我们利用格式工厂 来把高画质的影像来转换为比较低阶一点的影像 我们先找出我们的点影片 找出我们要输出的格式 比如我要输出png档或者其他档案就从方才的画面点出来 然后我们要设定那个输出配置 比如我现在要来更改这个mpeg2的档案 我们这边有下拉式选项 我们点720x480或者720.576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选择 这选择这些的话你等一下输出 档案你就直接可以烧入DVD 光碟 比较低阶的DVD光碟 然后按确定 确定以后 我们要怎么输出在什么位置可以从这边浏览 你再输出其他的位置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点 新增档案 你的档案在哪里 我们 要把档案找出来 比如我们在D巢 我们在D巢的什么地方 我们把它 事先都找好来就可以 快一点 好 这样找出来以后 我们要点这TP 这TP这种格式的话 它是比较高阶的大画面的 你看这边有1920x1080 好 我们开始要给它缩小的时候 因为我们已经有设定 然后按确定 确定以后 我们就点 开始 它就会自动的 把我们 那个转换好 这边你可以 看到转换的那个 速度 这百分比多少 好 仅供参考 谢谢 谢谢 这个 有钱 那 这 好 我们 接着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